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字干打就表示说 委员会发现了Grab就滥用它在市场上面的主导地位 修订限制条款 阻止旗下的司机对其他的电招车公司进行宣传 那么这项决定也符合大马竞争委员会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对付垄断市场的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经常都会有意或者无意的滥用 他们主导市场的优势来制定有利公司价格的机制 那么说白了就是利益最大化就是多赚点钱 这可能导致消费人还有市场的利益受到侵蚀 那么因此他们的市场已经被这些公司垄断了 导致消费者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比如资持有这些 比如找钱的就有这个Grab和Uber 那么随着Uber退出东南亚市场 把这个东南亚市场的业用卖给Grab之后 就造成Grab庞大独大了 市场则出现了垄断的情况 当时司机就担忧说 他们的收入会不会受影响 那么消费者则担心说可能要叫贵车了 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虽然市面上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电子招车服务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单位 去制衡市场上面的竞争 那伊斯甘达就说 这些的限制条款是扭曲了市场竞争 限制了其他的竞争对手 在多边的平台上面的市场 让其他的竞争对手是很难进入 电子招车的领域 或者是说要扩张他们在市场上面的 这个业务的时候就会出现困难 那他今天就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就说 自从Grab和Uber在去年的8月合并之后 Grab确实就已经成为电招车市场上面 最大的主导者 但是在合并之后 陆续也收到了非常多和Grab有关的投诉 所以现在委员会就展开调查 大马竞争委员会就认为 Grab的行为不仅影响了电招车司机 以及其他竞争对手 长远来讲消费人 就是我们大家的权益也会受到影响 同时Grab将会从今天开始 面临另外一项每一天 一万五千令吉的法管 直到Grab修改他其他限制的条例为止 伊斯甘达也有补充说 这一项的裁定是属于一项建议裁定 Grab是可以在三十个的工作热里面 进行辩解 到时候就会拟定出一项最终裁定 那至于最终的罚款会是多少呢 是有可能会提高或者是降低 那么这不是大马竞争委员会 第一次向滥用主导地位优势的公司 开罚单 今年初就有之前为政府提供 数码服务的MyEG公司 同样因为滥用主导地位 被罚款934万令吉 当时MyEG就很不服气 就提出上市最终高庭 维持竞争委员会的决定 就是你要乖乖给钱 那么MyEG的罪名 就是在处理外劳临时工作准证 强制性保险更新 申请的同等交易当中 增加了不同的条件 就是滥用它主导的地位优势 去年竞争委员会同样的 也向马行还有亚行开出了 更高的法单就是1000万令吉的法单 这两家公司同样不满 然后提出上诉 最终竞争委员会胜利了 那么判处这两家公司 在不受时间限制下 必须要缴付1000万令吉的法款 就是说你可以用 你自己认为舒服的时间来还 总之这1000万令吉 你要还就对了 因为亚行跟马行 他们签署了共享大马 航空运输服务领域的市场协议 这种做法抵触了竞争法令 那我们回到说大马竞争委员会 它其实是在国内贸易合作社 以消费人事务部旗下其中的一个机构 那这个竞争委员会是有权利接受投诉 展开调查搜查惩罚裁定 基于豁免或者是展开厅审 以及提供临时的措施 那么2013年至今 竞争委员会总共兑付 差不多整10家违反竞争法令的企业 那么总罚款额超过了2500万令吉 那么竞争委员会确实有它的存在价值 而且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它就必须要坚定 而且不畏惧 不偏袒任何的这些公司 凡是对于滥用或者是垄断市场的业者 就必须要采取严厉的行动来对付 这才能够维持大马的健康商业环境 因为你要鼓励竞争 因为有竞争永远都是好事 对商业环境好 因为你能够让更多的公司进入这个市场 有竞争你就能够互比对方的这些服务 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那么对消费人来讲说 也同样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货比三家 这是最简单的两间杂货店的道理 就是如果你不满意A店的服务的话 那么你可以到各地的B店消费 如果没有B店的话 那么你没有其他选择 你只能够回到A店 看老板的脸色花钱买难受 那有了这个竞争委员会 他就处理这一些涉及垄断 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司 确保市场能够有效的运作 不会被任何有害 或者破坏性的垄断给侵蚀 那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依然是和消费者有关的 要GST还是SSD好呢 守住在City Plus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